到了戈林现在不是传出财务危机吗 那么跟法院就提出了申请重整了 但是检调现在怀疑 戈林的内部疑似做假账来掏空资金 所以今天分了七路来搜索 还约谈前财务长以及前老董来厘清案情 不过涉案关系人现任的董事长出境没有到案 再传唤不到的话 检方不排除要发布通气了 为了厘清戈林公司的财务缺口有多严重 前财务长朱泰阳晚间移送北柬附讯 他为戈林投资失利向股东道歉 不过我们是对不起股东就是事实 财务长为什么对不起股东 因为公司投资有损失嘛 短短半个小时征讯朱泰阳被赤回 对于有没有高层指示财务部门做假账 他绝口不谈 无奈地表示公司亏损都是因为大环境影响 那今天主要来厘清哪一个部分 美国那一块这样子吧 美国那一块 对 没事没事没事这样子 那你这样才能先往讲一下吗 是那边怎么会造成这边公司的损失 是比方带领域太严重了吗 你这次跟联邦组织都会倒了 就是大环境的影响 对大环境的影响这样没办 戈林投资美国子公司SBC失利 今年7月份该向SBC收回的将近60亿新台币收付回来 造成台湾戈林总公司庞大的资金缺口 检调怀疑可能有高阶主管指示做假账 涉嫌侵吞海外的资金 12月3号检调缤纷七路搜索戈林公司和财务部门 涉案关系人董事长刘启烈和副董事长高超群 因为出境未到案 检方未来不排除发布通气 而现任的总经理李敦仁 因为心脏不舒服请假也没有到案 检调将再度约谈高阶主管 厘清戈林亏损 究竟是因为大环境不景气 还是因为内部人为因素 中文新闻 蔡仲勋 许少平 SG小组 特别报道